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残老和尚 现在的人不能承受很小的挫折 甚至会轻生 为什么 问 以前的人遇到困难逆境都能面对 克服 但现在的人遇到很小的挫折 便感到压力很大 不能承受 有些人甚至会轻生 请问老和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参答 现在的人内心涵养不够 所学的东西很复杂 看问题过分极躁 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人的功利思想太重了 这些问题很少发生在佛教徒身上 学佛的人 学过佛法 心里有个寄托 此外 他们对社会的投入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为了做贡献 这贡献可以大 也可以小 能力强可以贡献多一点 小则可以贡献少一些 这样子就不会走极端 现在的学校和教育的方法非常有问题 小孩在小学已经出问题 全世界都是这样 语见不鲜 如果他们想达到某些目的 而达不到 他们就受不了 走上绝路 另一方面 他们也受到别人的压力 大陆也是这样 例如父母的压力 他们希望孩子成龙 对子女读书要求很高 也不管他们的资质如何 就是给的压力特别重 从家庭压力到学校压力 孩子承受不了 所以便产生问题 父母的抚养方法 学校的教育方法 社会的压力 等等加起来 就产生问题 有佛教思想的话 面对压力的时候 会懂得想一想 就不容易出问题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南无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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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